代工五强股价大跳水是减便宜的好时刻还是赶快逃命呢 我们今天来盘点一下五大代工厂的基本面 那节目的内容关于操作策略也会一次分享给你 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大家好我是Bella 让我们欢迎周家和分析师小周老师好 Bella好大家好 代工五强受到川普关税言论的影响 股价大跳水市值暴跌我们该怎么操作呢 好我们今天就直接来聊一聊昨天最大的台湖的利空事件 川普要针对墨西哥克征25%的关税 那因为台湾啊这个不管是伺服器代工组装 还是车用的一些相关零组件 其实在墨西哥都有蛮大的产能 那其实资本市场股票市场也是第一时间的做反应 所以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是代工五强五家公司 一起来把它盘点做一个总整理 给大家在整理过后再给大家一个操作策略的看法 那我们首先先来看到在这一段期间啊 这五家公司的这个股价的表现 还有这五家公司在这一段时间都是跌的 所以我们来看这一段时间的累计跌幅的部分 那时间轴的部分的话我把它定在11月11号 原因是来自于啊这个美国总统大选是11月5号 那接着11月6号川普确认胜选 所以实际上资本发生 资本市场发生变动日子是从11月7号开始算 但是我们就直接从资本市场发生变动的下一个礼拜一 11月10号开始计算 一直计算到昨天为止 那我们可以看到鸿海的累计跌幅是10.6% 那这个微音伟创的部分的话都是在这个10%以内 包括音叶达也是在10%以内 在这一段期间啊跌幅最重的是2382的广达 那我这边先跟大家直接讲答案 因为广达这家公司在五家代工厂里面 相对来说它的本益比评价是比较高的 那这一段期间台股气氛是不好的嘛 大家知道11月其实台股是基本上一直在盘跌 然后再向下做一个修正 所以说广达其实累计的跌幅就比较大 但是这边我也直接先破题啊 这五家公司里面我最看好的就是2382的广达 那详细的细节后面再来讲 直接先讲第一家 大家最关注的公司就是2317的鸿海 那我今天故意把这一张K线图啊拉的比较长 时间轴拉的比较长 大家可以发现一个重点啊 鸿海这家公司从这个今年3月开始起涨 领涨台股之后啊 它是一路的创高 最高有到234块 可是在8月那一波啊 其实有一个大幅的修正 但你现在回头来看哦 鸿海8月那一波大幅的修正 其实是买点哦 那原因是在于哪 因为8月大幅的修正 也是来自于消息面的冲击 包括所谓AI的落地应用 可能没有办法转化成实际的营收 但是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相信其实应该大家有逐渐发现 AI其实有慢慢的在做落地 不管是你用的一些文书软体啊 或是说你用的CHAT GPT啊 Cloud啊等等的 还有接下来企业应用AI去解控 这个成本的部分 其实帮助来讲是都还蛮大的啦 那今天的节目啊 因为股市在大跌 所以我们来讲基本面 好第一点哦 鸿海10月营收8048亿 鸿海公布啊 这个上月营收是历史最强的营收 然后鸿海这家公司本身因为垂直整合能力 集团资源的关系 所以它在这个NBL72的份额是全市场最高的 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它是有一个蛮高的护城了 因为随着这个挥达的AI新品伺服器规格啊 越做越多 其实对于这些组装代工厂来说啊 他们要求的这个整合的能力啊也是要越来越高 那其实说真的就是市场的竞争者就会比较少 那我们来看这个基本面的数字 包括今年鸿海大概就是赚11到12块 明年大概就是14到15块 以AI的这个供应的相关来讲的话 我们最低起码要给个15到18倍吧 所以大家觉得这边股价位置怎么样呢 我认为操作上来讲的话 气氛还是会影响股价的表现 这边我先讲结论我认为是便宜的 但要怎么买 第一个季限以下是买点 再来第二个等待出量的下影线 你再进去买就好 把它放进你的自选股啊 看哪一天鸿海出大量 就像8月那一波的时候 有一个下影线的时候 你就可以准备好要来进场布局了 好那再来讲第二家公司 我刚刚讲我最看好是2382的光达 为什么看好它 因为广达这家公司 它是一家3A的公司 各大产品线啊 包括AI server AIPC自动驾驶 这应该不用我多说 大家都知道这些就是未来5年 世界上的一些趋势 那广达在上一次11月中的法说会 有特别提到 它在笔电相关的产品的比重 是有慢慢下降 所以为什么我最看好这家公司 是来自于这些组装代工厂 其实有很大部分都还是在 消费性电子的比重是非常高的 但是广达其实现在的这个 政策方向还蛮明确的 它就是往这个上面这些3A 这一些的这个产业趋势下去走 再加上广达旗下有家叫广明 那广明这家公司有转投资一家 刚挂牌的公司叫达明机器人 它也是台湾最纯血的机器人公司 所以说相关的题材都会带动广达的评价 就是比这一些组装代工链还要来的高 那我们要买当然就要买直接买最好的 广达的话我们直接看明年的EPS预估 大概有机会来到20块钱左右 那我认为这样子的公司 你起码给个20倍绝对是不为过的 360块 我认为应该有到 对360以上 可能maybe400之类的过前高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觉得广达目前股价修建到季线位置288附近 我认为这边股价也是真的是便宜的啦 大家可以考虑在这个季线的附近 分批做一个布局 这家下一家公司是3231的伟创 这家公司的话 就是董事长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向的人 先讲影响的部分 假设墨西哥真的课征关税的话 伟创的产能在墨西哥大概是10个percent 那董事长两件事情 第一个董事长昨天直接出来说 他有引领 伟创集团有引领全球的这个 布局分配产能能力 所以请大家不用做太大的担心 那再来第二个部分是 老板自己自掏腰包买自家的股票 相信大家也都知道 那老板是在8月跟9月买的 内部人买股票大概半年内不能卖 这个是有一些相关的法规规定 如果你卖了你赚钱 你是要回充给公司的 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 他其实也才刚买而已啦 所以这个大家不用太担心 明年的话8块钱 那大家可以知道 其实伪创在上一波 大概也就是跌到90块附近就止跌了 为什么 因为基本面去评价 他今年大概可以赚5.5到6块 我们去乘你15倍的话 大概就是90块附近啦 那这一波股价下跌 一样大家在季线附近 可以分批的做一个布局 好 下一档是6669的围影 这家公司啊受伤比较重 墨西哥的产能有70% 但是我要先说这家公司 其实啊在这个今年的上半年啊 在6月份开始啊 股价创到接近3000块左右 一路修正下来 其实已经修正的非常非常多了 相对其他前面几家供应链股票来讲的话 他修正幅度是最大的 他直接修正到1900块 那我认为啊这家公司 他主要是做什么 他是做ASIC伺服器的组装厂 跟AI的一般我们讲 AI挥达的组装厂差别差 他在ASIC就是四大CSP 自己去唯请台积电帮忙代工的晶片 跟挥达我们比较想 通常会讲比较general 比较一般规格的晶片是不一样的 那唯影的部分啊 就是做这个ASIC伺服器组装的部分 再加上他主要有这个 明年有这个中东的案子 然后再加上大家可以看到 近期四大美系CSP 对于明年的资本支出 扩增也是高达年增率 大概20%左右 还是持续在成长 那明年140块 大家去评价一下 假设你去乘以15的话 股价到这个位阶 我认为长期的投资价值浮现了 但是因为墨西哥关税议题 才刚开始 所以大家一样特别留意 但是如果你是波段长线投资者 我可以跟你说 这边长期投资价值浮现 你可以来做留意了 好那最后一家公司 我简单讲快一点 原因是因为我相对不那么看好 不那么推荐 好那音乐达的部分的话 主要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 它有转投资一家公司叫ZT 是美国的伺服器组装厂 那这家公司在前阵子被AMD给收购了 好那再来第二点是 之前我们看音乐达的看点 关联我主要会放在他去代工中细CSP 业者回答降规版的AI伺服器 包括之前大家听过像是H10 H20 还有包括接下来的可能会有个B20之类的 降规版本的产品 我先说这一块营收跟获利来讲 对音乐达的贡献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其实他们的这个margin 在做这一块中细相关的margin是还蛮高的 但是其实法说会上也有透露 公司有透露说这一块相关的营收 接下来第四季可能表现是普普通通啦 那我们去观察音乐达的这个本业的部分 基本面的部分 其实它的评价相对同族群来说 我认为是溢价有比较多啦 所以说以股票操作来讲的话 今天讲的五家公司 其中最后一家二三五六音乐达 我可能相对就比较没有那么推荐 是 好我们谢谢周老师见 分析如果你喜欢老师的影片的话 一定要教老师的LineAd 还有Telegram获取最及时的消息哦 财经及时通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哈啰大家好 我现在学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中学同学 你像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哦